大家好,欢迎来到回生活种菜 我的频道呢,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 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的红色按钮 对面我的频道 最近呢,我这里天气非常的好 白天呢,大概就25-6度 夜晚呢,就是13-14度的样子 人感觉非常舒适啊 那这个温度呢,对豆角的生长也是非常合适的 最近我们家呢,就是收了很多的豆角 大概每三天就可以收一盆 就是到了这个豆角的盛产期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豆角的种植 还有豆角种植的错误 最近这个气温呢 除了西葫芦在不断的采收之外呢 这个豆角还有黄瓜也是到了盛产期 这个黄瓜也是每天都可以采收的 那豆角的品种非常多 除了我们在超市经常见到的四季豆的种子 有各种颜色的啊 各种高矮的之外呢 还有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白不老啊 猪耳朵豆角啊 对吧,就这些 那今年呢,我大概种了有六七种 分布在大概三个地方 那边有一片 后边这个架子上有一片 还有靠角落那边也有一片 有一点就是大家要提前确认的 就是您种的是矮生豆角 还是慢生型的豆角 那如果是别人送给你的种子 你不知道它是爬藤的还是不爬藤的情况下呢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就是让这个种子啊,先在室内育苗 等到这个苗长到一定的高度 长出两片真叶之后 它上面如果再长出卷须 那就是爬藤的慢生型的豆角 如果它没有长出卷须 就长两片叶子,然后主干呢,又比较硬比较直的话呢 那它就有可能是不爬藤的矮生豆角 那如果我们买种子的话呢 可以在种子包上写得很清楚 那种爬藤长得很高的豆角呢 叫Po Bean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不爬藤的矮生豆角的话呢 叫Bush Bean 那那个矮生豆角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可以长到大概这么高左右 如果你怕它倒了的话呢 稍微拿一个小木棍支撑一下就行了 那如果是爬藤的豆角的话呢 就一定要搭架了 所以呢,这就引申出咱们种豆角的第一大错误 不知道它是慢生型的还是矮生型的 错误的把矮生型的也当成慢生型的 曾经呢,在超市买那种五种豆的混合包装 然后尝试的种一下 我发现的里面呢,大多数都是矮生型的豆角 就是矮生型的豆角呢 其实它也是蛮高产的 因为去年呢,我把大多数矮生豆角呢 种在了花盆里 花盆里的话呢,它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说营养啊,浇水啊 就是会影响到它这个产量 那今年呢,我把很多的矮生豆角呢 都种在了地里 种在了我那个慢生豆角的前面 那事实证明呢,它产量也是挺高的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呢 会发现农场它们会种的那些豆角呢 大多数都是矮生型豆角 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地比较宽阔 比较大,不可能搭很密的那种架子 对吧?所以它们种的比较矮 种地里矮生豆角能接很多,很方便 也非常容易管理 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病虫害 像这一颗那个矮生豆角呢 它就是一颗 从底下看 只有一颗 这是刚刚采收下来的一些豆角 大概30多 我们之前呢,也采收了一批了 然后再加上它现在正在节颜的 这个正在长大的这个小豆角 所以这一颗上面啊 能接个180个豆角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就是一颗矮生豆角 不实的品种 第二个种豆角的错误呢 就是在您确定了您是爬藤的豆角之后呢 这个搭的架子太矮了 或者是呢,用很小的竹竿来搭 像我手里拿这个竹竿啊 还是比较长的,比较粗的竹竿 这个竹竿如果在一元店卖的话呢 大概要三四块钱 价格也不便宜了哈 可是您看一下我后面这个豆角能长多高 后面这个架子上这个豆角呢 普通的四地豆 它现在已经长到了三米那么高了 那红花菜豆的话 它可以长到七米 长这么高,竹竿有用吗 所以呢,这个竹竿的话呢 就是干什么用呢 今年我们也赋予了很多竹竿 以前呢也是用西红柿 那个用竹竿来支撑 就有西红柿 这竹竿都不行,远远不够的 所以竹竿干干什么呢 咱们可以来一个五空耍棍子啊 给大家做一下展示就这样 竹竿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这个健身 在后面进行健身用啊 用它来搭架 就是养养不够了 那第三个种豆角的错误呢 就是种植位置不太合适 阳光不足 豆角的生长呢 最好需要肤散 就是要最好阳光照射6到8个小时 当然半阴的话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只是会影响到它的产量 那第四个错误呢 就是在这个豆角种子育苗的时候发生的 因为它这个豆角呢 发芽的时候呢 我们在室内育苗的话呢 它对光照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呢最好您给它充足的那个光的光源 防止它土长 当然的话有人说这个豆角可以不用育苗 直接在外面室外直接播种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前提条件的话呢 就是您这个室外温度呢 白天最好在20度以上 然后夜晚呢也要稳定在10度以上 因为这个豆角种子发芽呢 需要在20度以上 那有些地区呢夏季时间短 温度普遍偏低的情况下 又想提前收获 又想产量增加 那么在室内育苗还是有必要的 那种豆角第五个错误呢 就是没有进行及时的管理 这个豆角呢在往上涨的时候呢 它底部的叶片呢 就那些黄印老印呢 就要及时把它们去掉 还有就是大家普遍的疑虑 就是这个豆角要不要掐尖的问题啊 掐尖是肯定要掐的 只是说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种说法 是在苗期就掐尖呢 还是一米掐尖呢 还是两米掐尖呢 那我个人感觉呢 不管在哪掐尖 只要留有它的那个芽点 它那个芽点呢 就会往上接着长出新的侧枝来 所以尖肯定是要掐的 我在上一期说豆角的视频当中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 我那个时候遇的苗呢 都已经比较长了 然后很多豆角呢 它们都互相缠在一起 所以呢 分开也不好分 我把它们移栽的时候呢 就把它们进行了掐尖了 然后从它们芽点 那个地方就长出来了新的侧枝 事实证明也是完全可以的 或者是呢 如果您不小心在移栽的时候 把它给碰断了 也完全没有关系 只要留有芽点 就一定能长出侧枝 像我后面这些豆角呢 我也掐了几次的尖了 它们你看现在长得非常的茂密 当这个豆角 长到了现在开花结果期了 就是在中期以后呢 那您就可以再多掐几次尖了 这样呢 就会提高它的产量 那第六个错误呢 就是关于豆角品种的认知错误 很多朋友呢 会把这个豌豆 Peace和豆角 Beans相混淆 像豌豆的话呢 就是荷兰豆 是吧 还有雪豆甜豆 这些呢都是喜欢冷凉的 适合在春天或者秋季种植 那豆角呢 它是名副其实喜欢热的 是一定要在夏天种植的 所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类 还有呢 有一些特殊品种的豆角 姜豆 还有四棱豆 这个姜豆呢 它对温度的要求真的是比较高 它最好是在夜晚温度在稳定在15度以上的时候在种植 那我现在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气温啊 夜晚温度也只有13-14度 所以呢 不太适合这个姜豆的生长 但是如果您条件合适的话 它姜豆会真的挺产量挺高的哈 还有一个就是四棱豆 四棱豆呢 它生长时间比较长 所以温度的要求比较高 而且呢 它是个短日照的作物 所以呢 也不太适合在某些地区像我这里种植啊 除非您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暖棚 那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了 第七点呢 就是咱这个施肥的错误 这个豆角种下去之后呢 咱们要施那种蛋磷甲均衡的肥料 但是只要它开始开花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转向以磷甲肥为主的这个肥料了 而且呢 其他各种营养成分都要充足 蛋肥呢就要尽量少失了 要不然的话会引起它这个整个植株的土长 光长叶子 光长枝条 落花 落甲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豆角的这个虫害的管理 豆角呢 基本上是很少有虫害的 我见到过比较常见的就是牙虫 它会长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在那个尖的地方呀 还有在那个中部啊 或者在叶片底下 对付牙虫呢 我的办法就是使用 我前两天跟大家介绍的那个洗碗剂 对水就可以了 关于洗碗剂的量呢 您可以用半勺的洗碗剂 再加入一升的水 来做一个起水的这个浓度的配比 如果觉得它效果不是很明显的话呢 那您可以慢慢增加洗碗剂的量 第八呢 就是关于豆角那个浇水的错误 像现在这个时期啊 它们开始开花接豆的时期呢 我们就不要大水漫灌了 不要一下子浇很多的这个水 要尽量小水勤浇 要不然的话 它的根系呢 就会周围都是水 积水 然后导致它那个呼吸不畅 所以会引起这个落花和落甲 还有一点呢 就是想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有朋友问我 为什么它那个豆角的花都掉了 原因呢 可能有以下两个 第一呢 就是浇水过多 第二呢 就是这个温度不合适 在温度过低的情况下呢 它也会掉花 可是在温度过高的时候 比如说在超过30度 那很多豆角的花就掉了 特别是这个红花菜豆 会掉很多的那个红花下来 它真正的盛产期呢 是在秋田 所以您在选择种豆角的季节的时候呢 在您当地那个地区 气温在 就是豆角的盛产期 20到30度这个阶段之前 倒退两个月 开始育苗播种 是最佳的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四种颜色的花 有白色的 黄色的 粉色的 还有红色的 这些花呢 如果在温度合适的情况下呢 都可以长成豆角 因为大多数的豆角呢 都是自花授粉的 可以看到 这个小的豆角 是正在长大的豆角 还看到 比如说这边这一串 这一串呢 上面就会有十几个豆角 还有上面 还有很多 现在呢 正是豆角的盛产期 这个里面也藏着很多 还有这个红花菜豆 小蜜蜂还在这呢 然后上面 也是开了很多的花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闲聊了一下 这个豆角的种植 豆角呢 绝对是咱们夏天 餐桌上的主角 其实呢 豆角的种植并不难 只要稍加注意的话呢 那你一定可以有 丰硕的这个收获的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对种菜感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